知名德系豪华车品牌在北桃园设置了展示中心 今天开幕品牌代表亲自出席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俊前NBA的球员表弟德马库斯卡森斯 都前往共襄盛举 那么事实上回顾品牌成绩 去年在台湾整体销售量成长了25.5% 未来要综合灵活的产品策略 持续的进化实体跟数位的服务 来提供给车主还有消费者更优质的上车体验 感谢观看